Hey Siri,打开客厅灯光 今年和太太女儿还有肚子里的二宝 搬回了爷爷留下的国宅 原本格局有三房两位 设计师依照我们的需求改成两房一位 我们喜欢简约温暖的感觉 整个房子以白色和木质调为主 国宅楼高比较低 设计师就把管线都藏在天花板的造型中 因为我从事智慧家庭产业 家里有个最大的隐藏亮点 那就是全屋的窗帘、空调、厨师、换气灯光等 都透过智慧家庭整合 在家播放音乐是我跟太太的习惯 可以帮我们舒缓紧绷情绪 虽然我们家是智慧家庭 但我特别喜欢90年代香港复古电影 Hey Siri 剧院模式 买了短焦投影机 并订制了这组电视柜 假日就可以好好的沉浸在电影里面 餐储空间同时兼具书房功能 用吊轨门片做出灵活性的书房 平常可以全部收起来 需要安静工作时拉上 保留餐厅的弹性空间 因为爷爷以前住在眷村 我想保留这个记忆的连结 家具与柜体的选择上 处处有着藤边元素 位于空间变大以后 不仅放了独立浴缸 也有双面盆 隐私上我们使用电控玻璃 按下按钮 玻璃就有雾面效果 也能依然保有卫浴的通透感 每天晚上是陪孩子阅读 与睡前仪式的时光 我们轻轻呼叫 启动睡眠模式 客厅灯光会关掉 灯光只剩睡前夜灯 孩子就会知道 这时候可以一起去刷牙 准备睡觉了 搬进去一个多月了 每一次开关灯 拉双帘 都能用智慧家庭来取代 少了生活中 琐碎的小麻烦 更能专注享受 每一天的现在 都能用智慧家庭来取代 都能用智慧家庭来取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